这个弟兄呢 他是开这种车子的 在台湾这样的车子 一台就是中古车子 大概几十万 全新好像要百来万 而且这个时候 已经发生了快 十多年前 十五年前的事 你知道有一次 我就在他们上课的当中 我就感觉到那一天 气氛凝重 所以我就问他们说 请问 请问今天有没有人发生事情 你知道那时候 我在叫他们赞美 光赞美我就交了十八个星期 扎不扎实 很扎实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就来学赞美 这样 要学十八次 跟旁边说 你还蛮嫩的 你还有得学了 你知道这样子十八次以后 这个弟兄呢 那那一天他就拿麦克风 他就说我 他就举手 他就站出来说 他说我的车子不见了 不见了 整台不见了 你知道不见了不只是钱的问题 还有呢 工作 他没工作了 整个车子没有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 愁于产物的请举手 顿时觉得 觉得非常开心 神做了美事的请举手 那其他没举手是什么 不好意思 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到底怎么样 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 那时候已经上了一半以上的课程 就已经经过十个月的训练 他们非常的功力 已经这时候就显出来 他说立位老师 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借着赞美 能够得胜 我想哇 比我还厉害 你知道吗 那个是礼拜一的晚上 礼拜四呢 我就接到他们的牧师 传讯息给我说 神做了好奇妙的事情 下礼拜一上课讲给你听 还要卖个关子 下礼拜一上课给你听 那我说过 他们教会已经很多奇妙的故事了 所以我也没有太特别 礼拜一我就问 一到上课的地方 我就问他说 牧师 请问有什么见证 他说神送给他一个全新的车子 一个礼拜内 送给他一个全新的车子 棒不棒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呢 那礼拜一晚上 他回去以后 很愁苦嘛 因为虽然他这样跟我讲 可是你知道 现实面还是要面对 他说他整晚几乎没办法睡觉 可是他记得一件事 他说立位老师 你告诉我们 不要让神 把我里面的喜乐被偷走 所以他说他那个晚上 他睡不着觉 他就一直的赞美 一直的赞美 一直的赞美 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 他说他就一直赞美 隔天星期二 一天八个小时 他骑着摩托车 要去找他这一台车 找了工作范围的一圈 一大圈 八个小时去找 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礼拜晚上呢 他躺在床上很累 因为整个一整天没睡了 他说很累 可是睡了一点点时间 他说还是很多都睡不着觉 但是呢 我确诊 整晚又在做什么 竭力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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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又过了 星期三早上呢 他又花了八个小时 把范围拉大 更大圈去找 还是没有 所以呢 晚上呢 他说他很累 已经两天没睡了 他说他睡了一下 可是他一直告诉我说 立位老师 我有记得 一直的赞美 不让我里面的喜乐 被偷走 所以跟你旁边说 神在你的喜乐 有没有常常被偷走 喜乐 神的喜乐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 他里面是喜乐的呢 来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旁边的人现在很喜乐呢 还是蛮丑苦的 好 你知道吗 他就这样子 礼拜四 他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他就一看 他说警察说找到你的车 他就看 不是我的车啊 全新的 颜色也不一样 而且我的车中古了 他这个整个是全新的 可是一看 车牌号码对啊 特不特别 原来是这样 好 不要急 原来是这样 小偷呢 因为知道这很值钱 所以偷了以后呢 就帮他全部 把换旧的东西 全部换了 然后呢帮他全部 烤一个新的颜色的漆 就变成全新的车子 但是呢可能来不及 把车牌号码换了 所以被抓到了 我们的神棒不棒 跟外边说我们的神真棒 你看就在四天 可是你知道我听了这个见证 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什么 他真实的去操练赞美 是不是 请问他有没有让那个喜乐被投走 没有 他整个晚上 第一礼拜一的晚上 礼拜二的晚上 礼拜三的晚上 他一直的竭力使自己里面 是有神的喜乐的 阿们 这好重要 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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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